嗨 大家好 我是貝拉 歡迎回到我的頻道 那今天的影片 大家應該是看那個標題進來的 就是 我又要去美國啦 那我就會跟大家講一下為什麼 身為一個岩壁神還能去美國 然後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我在美國發生的一些有趣的事 還有觀察到的一些事情 然後我就順便化個妝 那有興趣的朋友就繼續看下去吧 那我就分享一下為什麼我岩壁了 還能再次出國交換 那主要也算是有爭取到 因為我在原本的交換計畫是申請一年的 但是因為疫情我只去了半學期嘛 所以我在美國的時候 就問一下那邊的國際部 然後問說我還有沒有機會再來 然後他們就說 如果找到相對中三一同意的課可以抵免 那他們是完全是支持我的 基本上他們就說只要你簽證沒有問題 然後 學校中三一那邊選課沒有問題 他們是百分之百歡迎的 我就開始跟中三一協調 然後大概五月的時候就開始處理這件事情 那一路就是也是蠻碰壁的 因為選課這個東西蠻複雜的 因為我必修課一定要修過 然後那一堂課在美國 沒有很少相對應的課 然後就要 一致於我可能要在美國找兩堂相關的課才能低面 我中三一的那一堂必修 但是反正喬喬很久 最後受課老師終於是同意了 真的是非常開心 那所以我在去那邊還是要修六學本 三堂課跟中三一有相關的 那我就正式的可以再過去美國交換半學期 那我八月二十五就要過去 我是非常的期待 因為這學期會有什麼萬聖節啊 Christmas 就是感覺活動會很豐富 然後我現在上完粉底是Clio的 我覺得它遮瑕很厲害 所以啊這次去 基本上應該會有不一樣的規劃 就是 會比之前比較忙一點 然後我發現因為大家好像都比較喜歡 美國的Vlog或是主題 就是我在美國這段期間拍的感覺 比較受歡迎 所以大家可以告訴我喜歡什麼類型的 蠻希望這次可以多交一些朋友 因為上一次學校的人比較少 然後 很多人都是先上上課 然後沒有來校園 那這一次就比較開放 比較 學校是規定有打完疫苗的人 都可以 就是 會學校上課 但是你一定要打疫苗 就是 學校希望做到百分之百的接種率 就我覺得還不錯 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我剛好這一次去美國遇到的一些 好玩的事 首先就是我 剛去的前兩天 我認識了一個女生 然後她 要搬出去 她 本來是要當我的室友 但是因為這學期 我去的那個學期 她剛好 就是要休學 我們只有在網路上聯絡 因為我以為她會是我室友 所以我們有聯絡 然後呢 她在離開學校之前被隔離 她因為 可能家人 擔心 她 會染疫的關係 所以叫她隔離 在學校的另外一棟 移動宿舍 然後她在隔離的期間 就聯繫我 然後跟我說 可不可以 她有東西放在房 就是我 我們的那一間房間 是一個掃把 然後 她就請我送過去 然後呢 她竟然給我小費 就我還蠻意外的 其實只是走幾步路的距離 就是從學校一棟宿舍 走到另外一棟 超近 她給我小費 開15美金 15塊美金 然後開支票給我 然後我就 哇 受寵若驚欸 人蠻好的 對 然後不過是送個掃把 基本上在台灣 就幫朋友送個掃把 幫同學送個掃把 因為沒什麼 沒什麼 我根本就沒有 想到她會給我小費 我就 心存感恩 然後 現在 眉毛畫好了 應該有對稱 然後 來修容一下 可是我去 因為我去的時候 我是唯一的交換生 然後 我學費有抵免嘛 然後所以她 學校一開始開 學費單的時候 是包含 原本的學費 就是兩萬 一個學期兩萬多塊 然後我就看到就嚇到說 怎麼會這樣 我不用付這一筆啊 然後她就說 對對對因為 呃 之後要做抵免 然後 你要等一下 等一下 等學校 那個系統更新 她才會 把那筆錢 除掉 但結果 我從學期出 就 跟他們反映這件事情 然後他們就說 好他們系統要更新 然後需要等一下 然後好 等等等 整個兩個禮拜 我還是發現 欸錢還在那 你知道最後 我竟然等了一個學期 我學期都要結束了 他們 才終於 把那兩萬塊 才抵免掉 對 我都已經學期結束 我就想說 美國的作業也太慢了吧 就是因為我們 基本上在台灣啊 不是都是 學期書就要繳學費嗎 然後可能她就 然後我的那個老師 我的負責人 還跟我講說 喔你們交換生來 美國都會很急著繳學費 其實根本就 不需要這麼著急 就我們都慢慢來 沒關係你們不用著急 但是上課到 教授大部分的人都蠻準時的 對 然後下課也非常準時 教授很容易 就常常提早放人 尤其是禮拜五 禮拜五真的是 教授都有一個 共同的默契耶 大部分的教授禮拜五 都會提早放人 尤其是下午的課 他們絕對就是可能 早個半小時 下課啊什麼的 大家就是還蠻重視 這種 Friday night的小週末 用一下很紅的3CE 3CE大概最紅的就是這一盤吧 Overtake 然後我記得一盤要900多塊 蠻貴的 第二個想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愛情 沒有啦 其實我也沒有特別 觀察到什麼 愛情觀 不過 我聽到的 我 舉我聽到的為例好了 就是我在那邊問一些 單身的女生 他們都會說 就是 高中 18 19 20大學這個年紀 他們很多男生都算是 只想要跟你發生關係 而不是認真談感情 當然不是所有 但是他說很多都是這樣子 然後都只是為了一個 好玩 有趣 當然我覺得還蠻因人而異的 因為像我室友 他 就是我兩個室友都有 我有一個室友有男朋友 一個室友有女朋友 對 然後他們都蠻穩定的 然後那個有男朋友的那個室友 他今年要結婚了 他畢業後就被求婚了 就是我 他畢業 他男朋友其實常常會來找他嘛 然後他也會去住他男朋友家 好像就是 也是大事 他們都大事 然後 我就看到他IG 大概六月的時候 他就被求婚了 就畢業一個月 就求婚了 我覺得 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美國 他們那邊好像沒有像亞洲 的觀念就是說 什麼男生要有房有車才能去老婆 就是他們就是覺得 喜歡就在一起啊 然後就結婚啊 然後我可以分 跟大家分享一個比較有趣的 我不知道大家知不知道 但是 他們情侶之間的互動就是 離開 就比如說他們今天要say bye bye的時候 說再見的時候 就一定要說個love you 然後不然就是 親一下這樣 就是他們的習慣是都會這樣 所以我 就是我的室友 就男女朋友都會來嘛 然後 每次啊 他們在就是 說再見的時候 我有時候是聽到聲音 就是聽到他們 輕輕的聲音 聽到 因為學校隔音還蠻差的 然後就很 很酷 就是他們也不會很避諱什麼的 然後有一次更好笑的是 我從 樓梯間 就是回 宿舍房間 然後剛好 我那個 有女朋友的那個室友 他就在跟他女朋友說再見 然後在門口 然後在門口的時候 他們準備要清下去 就那個動作很明顯 已經準備要清下去 然後就 他說完goodbye 然後see you 然後後面就要清了嘛 那我就正好目睹 他們要清下去的那個畫面 但是他們在清下去之前 就看到 我走過去 的那個聲音 就是我要往那個方向走 他們 就在我的正前方 然後 他們就看到我的聲音 然後馬上說回 然後我就說 不好意思不好意思 然後他們就沒事沒事 you're good you're good 這樣然後 沒關係 然後我就不好意思的走進去之後 然後他們才清 對然後 我兩個室友 他們都是打棒球的 是 就是從小就是 就是運動員的那種 因為美國運動員其實是很盛行的 我去了才知道 原來基本上每一個學校都會有 棒球隊 籃球隊 足球隊就是 運動員 他們是有零獎學金的運動員 每個學校 不像台灣就是什麼 要去提大才有 他們是每個學校都有 雖然說長大後 不一定會當運動員 但是他們就是很 注重在栽培 看起來他們其實是 也相對是有壓力的 因為你畢竟是代表學校 你不能說 不想練習就不練 他們沒有所謂的什麼戲籃啊 戲 戲上的 什麼 棒球隊什麼隊 都沒有 他們就是以學校為主 然後你就是代表學校 像是校隊 然後去比賽 這種 就走在路上到處都是 運動員 真的 沒錯 然後我 據我所知 美國其他女生跟我講 他說 大部分帥哥運動員 男生 的女朋友 也都會是運動員 就是 就是可能他們 就會 比較共同的興趣 然後 畢竟運動員 有些運動員的身材 就會保持的比較好 他們就其實也蠻主動 美國女生蠻主動的 他們就 可能 知道這個男生 這個打籃球的男生很帥 然後就會主動去認識他 然後看有沒有可能這樣 對 然後或是說 知道這個跑天競的男生很帥 然後 反正就是他們都會去追蹤 然後我一個朋友很好笑 他就說 他為了讓那個男生認識他 然後他 不小心的 把自己的自拍照 傳給 那個男生 那叫不小心就是 有意的嘛 所以他是就是很有心的 不小心 傳給那個男生 然後說 抱歉 傳錯了這樣 然後那個男生就說 喔沒有關係 但是他以為那個男生 會進一步在聊天 結果 沒有 所以他就覺得有點小失望 不過蠻可愛的 就是還蠻主動的 所以順便跟大家分享一下 就是像我去的那個地方 算是比較 偏鄉 然後附近比較沒有 大城市的那種便利性 或是大城市的感覺 所以如果大之後 想申請交換生的話 學校如果有選擇的話 其實可以選一下 學校的地理位置 我覺得這個會幫助蠻大的 因為 你剛去的時候 會有一些東西不習慣 然後 或者是說 你會想要尋找一些家鄉味 我覺得這非常正常 因為 就是不是從小來那邊長大的 然後 因為我又沒有車 就是如果選在一些比較 好的地理位置的地方 你可能買東西什麼的 比較方便 他在打亮我的眼頭 跟下眼瞼 用這個 顏色 畫一下腮紅 我唯一的鉛筆 就是5號嘛 很 很紅的那個 土中 土色 橘色調的那一個 就是他蠻自然的 有點像修容 又有點像腮紅的感覺啦 我今天粉底比較深 所以可能看起來 沒有很明顯 那 主要這次去美國 其實體驗很多東西 然後 也很多東西想分享 但又不知道從何說起 就是真的 親身體驗過 才會知道 是多麼不一樣 然後 怎麼 就是很值得 的一個 體驗 就是跟台灣的 東西 跟台灣的 生活 都是不一樣的 就是 跳脫舒適圈的感覺 MAC的 很 很紅的那個顏色 646 它是 很霧面的 所以一定要塗護唇膠 非常鼓勵 現在還是學生 大學生的同學 就是去看看有沒有 申請交換的機會 不管是什麼學校 或是 就是不一定要歐美 我覺得其他國家也很棒 就是我覺得有這個交換的機會 真的會 真的會 成為人生的一個轉捩點的感覺 它會讓你幫助你思考未來的一些方向 我自己是怎麼覺得 然後想要看什麼樣類型的影片都可以 留言告訴我 就是跟美國有關的 都可以 那謝謝你們觀看今天的影片 主要就是想要做一個簡單的 日常 get ready with me 那妝容 妝容部分就不是特別的專業 然後 再來就是 想要跟大家分享 我要去美國這個喜訊 對 非常開心 然後可以分享更多元的 影片內容 那如果大家有任何建議 或是想法的話 歡迎留言告訴我 謝謝大家